哈囉大家好 我是維恩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三國英雄的榮光 董卓的簡介 我們今天就要來介紹的是董卓這隻角色 首先我們先看他陣營的部分 董卓是群雄 他是名將 他在商店裡面是稀有名將 是比較貴的那一些 董卓自重營 那這些 我就覺得岩梁很可憐 這些西梁邊疆人 都有字了 結果他一個中原人 字居然沒有被記載下來 可憐啊 而且真的是到哪查都查不到的那一種 可憐啊 那我們董卓的議會 又是董胖子 真的很好奇 歷史中的董卓他其實是 有帶兵打仗過的 真的有胖成這樣嗎 帶兵打仗的人可以胖成這樣嗎 實在很好奇 好 首先看我們職業的部分 他是個拳才 哦是拳才那 想必屬性部分 屬性部分還真的不差呢 武力96 智力89 美力85 統帥98 那這隻 董卓這隻拳才呢 比較偏向武將那邊的拳才 比較偏向武將那邊的拳才 因為他高的是武統 所以選技能啊 可能就不會選一些什麼神機啊 天文那些吃智力吃魅力的 就會選 像奪智啊 或者是鐵壁那種 比較武將類的 比較武將類的 畢竟他的武統是相對比較高的 那這個屬性 以拳才來講啦 很優秀啊 對了 是不是忘記給各位看 啊 輔助技能空的 保護空的 所以這是他的白質啊 這是他四維白質啊 這他四維白質就長這樣啦 算是很高的四維白質了 算是很高的四維白質了 那接著我們來看天賦的部分 恆征爆裂 那我方部隊沒有1%當前兵力 我方部隊爆擊率增加0.5% 那沒有1%的已損失兵力 我方部隊格擋率增加0.5% 啊什麼意思呢 翻成 翻成數據來講 董卓滿血的時候 會有50%的爆擊率 對 董卓滿血的時候 會有50%的爆擊率 那董卓近乎要沒血的時候呢 會有50%的格擋率 喔齁喔齁喔齁 所以這 這角色是 這角色 基本上啊 從這個天賦可以看得出來啊 他 他算是 滿血狀態下會相當暴力 那 越打呢 他的防禦力會越來越強 越打他的防禦面會越來越強 所以 你要讓他打一波爆發 或者是 讓他打脫 也是可以的 那接著我們來看他的覺醒天賦 暴虐 董卓目前 沒神 沒神可以拿 目前啦 目前啦 還沒9月2撤的狀況下 沒神可以拿啦 那 那 啊 不曉得這些影片丟出來是什麼時候耶 希望可以在22錢丟出來吧 齁 那 董卓的神話 暴虐 我方造成暴擊傷害或者成功格擋敵方傷害時 降低敵方2%的攻擊 那最多疊加至50% 直至本場戰鬥結束 哇哦 我暴擊你 降你攻 我格當你 欸還是降你攻 哇哦 要不要再繼續不講道理一點 所以董卓其實從這個天賦看來啊 他 以這個暴虐這個 單就暴虐這個天賦來講啦 他打 他有打脫的潛力 他有打脫的潛力 他有打脫的潛力在 雖然說他前面 他前面的恒生暴戀 恒生暴戀開場給了50%的暴擊率 打爆發應該也是很很強的 但是這個暴虐 暴虐這個覺醒天賦給了他打脫的實力 你想想 你直接降一半攻 這怎麼玩 降了你一半攻 這要怎麼玩 對不對 降一半攻這算是蠻要命的啦 那接著 霞弟 戰前準備回合有35%機率 使敵方隨機一名副降天賦失效 哦 這個就很猛囉 這個很猛喔 呃 對某些人來講還好 對某些人來講還好 因為就像我說的 其實選擇副降兩個面向 要嘛是針對你的優點 去做加強 要嘛是針對你的缺點去做補強 廢話 廢話 除非你用的是萬用乳素 萬用乳素那就例外 萬用乳素那就例外 那 那董卓這個天賦比較針對的是 針對弱點去補強的角色 針對弱點去補強的角色 像有些 呃之後會介紹到的將領 有些啊 他的天賦真的是相當純的 控制或者是輔助 他就講魯素就好了 假設我今天我硬要把魯素當主將 可是我就只能慢慢疊我的攻防趴傷 我的攻防趴慢慢疊上去 這樣是不是太慢了 那我是不是 而且我除了攻擊的趴以外 呃攻擊加趴傷 加攻加防以外 我就沒有其他功能了 我還要慢慢疊 那我是不是副降我可以選擇一個保命用的 然後再選一個攻擊用的 那這樣本身就很完整了嘛 那這時候如果董卓把你保命用的那個天賦搞掉了 那完了完了 保命堪憂 把你攻擊用的那個天賦弄掉了 完了傷害堪憂 大致上是這樣的概念 那其實這個遊戲裡面 這個遊戲裡面啊 良才的部分 天賦純輔助的 還真不少啊 還真不少啊 前面見 大家應該隨便看一下良才都發現 怎麼他們的天賦都這麼的輔助 怎麼都這麼的輔 所以 這個 這個俠弟啊 能克制到的人 還真不少 那名將的部分呢 名將部分 純輔助的人也是有人在的 也是有人在的 就是 天賦比較那麼 比較沒有傷害的 大有人在 大有人在 所以這個天賦算是蠻要命的啊 我覺得 算是蠻要命的 那接著我們 我們來看看緣分的部分啊 董卓的緣分 董卓的緣分很難搞耶 很難搞耶 除了袁紹以外 都是很難搞的耶 那我們先看 跟曹操的宿命 俠弟號令 我方部隊成功隔擋敵方部隊造成的任意傷害時 有概率額外對敵方部隊造成恐懼 恐懼就是控制啦 看到控制我們就要來問魯伯伯啦 魯伯伯恐懼是什麼 恐懼是什麼 恐懼敵方部隊無法發動技能跟普攻 喔 最高等級的控制呢 齁 那 就是 成功隔擋敵方部隊造成的任意傷害啊 所以你只要對我們董卑卑造成傷害 就可以控 就可以直接控 就有機率對敵方部 你的部隊接下來就直接 蹦住不許走 停這一回合 舒服 舒服 所以 以另一個面向來講 董卓比較不適合帶有護盾的技能 他比較不適合帶有護盾的技能 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這個天賦的敘述是 這個宿命的敘述是 造成傷害 對董卓造成傷害 那如果你有護盾的情況下 是不會對你造成傷害的 所以如果不會對你造成傷害 那這個天賦就不會啟動 那這樣就比較尷尬了 這樣就比較尷尬了 所以呢 董卓比較不適合那些有天賦的 有護盾的天賦啦 就比較不適合帶那些有護盾的天賦 否則會很尷尬 會很尷尬 會很尷尬 會搞得你一個宿命 一個蠻強的宿命 比較沒有辦法啟動 不過 現在一測期間也沒有超超啦 所以也沒差啦 也沒差啦 目前影響不太大啦 不過 與其叫俠地號令嗎 為什麼不叫圖窮避現呢 為什麼不叫圖窮避現呢 也不是圖窮避現啦 他那是什麼 在睡覺睡到一半要刺他 然後被鏡子看到是不是 那也不叫圖窮避現啦 那跟圓哨的宿命 正領諸侯 我幫英雄提升武力 可額外提升統帥 這邊再告訴你一次 董卓就是玩武統的 就是玩武統的 很 很典型的武將 很典型的武將屬性 很典型的武將屬性 就是玩武統的 那接著呂布 梳妝直擊 我就說了 董卓你看 你看他 他這麼一個死胖子身材 怎麼可能 可以拿得動方天化起 然後再瞄準呂布 丟出去 丟出去 我真的覺得 應該 雖然說大部分 大部分 對董卓的描繪都是一個死胖子 但是我真的很好奇 一個死胖子 真的能做到這些事情嗎 抱持高度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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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戰前準備回合 有機率 額外對敵方前後 前軍和後軍造成真實傷害 造成真實傷害 那就是戰前準備回合 有機率造成真實傷害 那就是補傷害 補傷害補傷害 補傷害 簡單來講 董卓真的是一個 打爆發打脫都 滿在行的角色 這邊給他打爆發的本錢 他的覺醒天賦給他打脫的本錢 那跟貂蟬的 霍水紅顏 我方對敵方女性 英雄部隊造成的所有傷害提升 受到敵方女性英雄部隊造成的所有傷害前提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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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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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宿命是不是很政治不正確啊 這個宿命是不是有點政治不正確啊 專打女人欸 專打女人欸 這個 這個宿命有點糟糕啊 專打女人欸 我大 會不會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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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權攻擊啊 專打女人的角色欸 我的天啊 有夠恐怖啊 有夠恐怖啊 喔 那 不過我們待會兒還是去看他的那個 趴數是多少吧 如果說沒有到太高的話 那其實就 嗯 就嗯 那我們看董卓的兵種 喔 看到董卓的兵種 喔 好 越來越懂了 看來董卓打爆發的路 可能會比較沒有那麼順利 但是打脫的呢 唉 完全OK完全OK 步兵攻兵啊 這個不打脫 不打脫 對不起自己啊 不打脫對不起自己啊 唉呀 呵呵呵 那我們接著來看技能的部分 技能呢 董卓自帶神威啊 哇 連他的自帶英雄技都告訴你了 打脫 好嗎 脫就對了 喔 神威是進 進戰第一回合發動的技能 進一發動的技能 打脫就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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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進戰 奮戰 步兵主動技 也是進戰 喔 哇 活死是遠一啦 活死是遠一 那主要是看董卓的 你看其實以一個全才 以一個屬性那麼好的全才來講 他不能學的技能 真的算少數 那軍神是 要魅力 金蕾是要智力 那 浮幼是魅力 神機智力 天問智力 離傷魅力 喔 龍銀竟然是要智力喔 不過智力差不遠 差不遠 補一點就夠了 那 這個迷魂就比較沒辦法了 但是你看董卓可以選的技能已經相對多了 那如果要以打脫為前提啦 要打脫為前提 鐵壁先給他學一下 然後奪至遠一先給他轟一發 然後向陣啊 這樣 再加一個向陣可以平穩的輸出 那或者是你也可以再學一個集席 有沒有 那個 戰前就先爆發 戰前就先爆發 所以董卓就是一個傷害我覺得 也不能算是爆發啦 他的輸出會很平穩的一直輸出 就是他的輸出可以從遠戰回合 一路給你輸出到他死為止 而且到他死之前 他的格擋率還會超級高 他的格擋率還會超級高 這就是最要命的一點 他的格擋率還會超高 所以變成說你要打爆他 還沒有那麼簡單呢 還沒有那麼簡單的 打他去格擋格擋格擋 唉 好痛苦喔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簡單來看一下董卓這隻角色 董卓這隻角色 其實你看啊 練的人也不算少 也不算少 也不算少 還蠻多人練的 其實還蠻多人練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 董卓 他的宿命的部分 主要看宿命啦 那俠帝號令呢 滿級有20%的機率 只要就是成功格擋 成功格擋 敵方部隊造成的任意傷害 有20%的機率 對敵方部隊造成恐懼 還持續兩回合 兩回合 這個很扯喔 這個很扯喔 兩回合很扯喔 恐懼是不能 是部隊不能普攻 跟不能放技能喔 這個很扯喔 這個不小心 你不小心在 你的方式 不小心遠一 遠一轟到董卓 被他格擋了 你直接遠二進一 全部報銷 那對方式來講很傷喔 對祭兵同理 你遠一不小心讓他格擋到了 你的遠二進一直接報銷 那個是很傷的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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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還有20% 20% 雖然20%這個數字很低啦 但是你們也知道我說過了 20%這個數字其實很迷啊 很迷啊 那陣領諸侯 那就是每提升5.5力 可額外提升1點統帥喔 提5力可以提統帥喔 那跟呂布的梳莊之幾 那有6% 喔 戰前準備回合滿級 有30%的機率 對敵方前軍和後軍 造成500到1000的增傷 500到1000的增傷啊 雖然說1000的增傷以一個 嗯 1000的增傷以一個 有練的兵 有練的將來講 1000的增傷不算太多啦 0.5%啦 我貂蟬還沒有額外加兵力的 所以4萬 4萬算是很少啊 打2000 0.5%來講 不算太多啦 不算太多啦 還行啊 沒有說很多啦 這個倒是沒有想像中的那麼強喔 那再來是 霍水紅顏喔 那 滿級 滿級呢 增減傷15% 滿級增減傷15% 還好真的沒有太高啦 這個數字 這個數字還 真的不是說 女性英雄看到董卓就不能打啦 這個數字 是還OK啦 是還OK啦 不過 如果官方沒有 沒有改一些東西的話 那在 正常狀況下 貂蟬 貂蟬是會滿街跑的 那董卓在這個情況下 既是全踩 又是對女性專攻 又是對女性專攻 那拿來爆打貂蟬 很適合打 很適合打 而且貂蟬是步方 董卓是步攻 董卓要打拖比貂蟬強多了 董卓要打拖比貂蟬強多了 在外加職業克制的部分 職業克制就15%了 那這邊天賦宿命滿再15% 直接30%攻防 30%攻防 那除非那隻貂蟬帶張盒啦 除非那隻貂蟬帶張盒啦 不然 開場就對你30%增傷 30%減傷 這個很難打 很難打 會很難打 所以整體來講 董卓這角色不錯啦 你們也看到我又把他拉上紅了啦 又把他拉上紅了啦 但是 愛於 愛於我現在還 沒有新的空格可以放 不然我好想用董卓的說 嗚嗚嗚 好啦 以上就是今天影片內容 喜歡的話都可以幫我按讚 訂閱按分享 那如果有什麼意見 或想要告訴我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那我是維恩 我們下期影片再會囉 掰掰